記得在差不多兩年前 我做過一條影片叫做《紅牛造星》 簡單介紹過這個紅牛的新手梯隊 歷年來是怎樣? 一將功成萬骨夫 雖然曾經製造過FATTLE等等的世界冠軍 但同時他又很無情地 令到不少年輕車手的F1夢碎 近年他們又遇上過青黃不摺的問題 曾經多次召回原本已經被放棄的舊將 就算是Vestappen 也不算是根正苗紅的Red BullJr 嚴格來說 現時兩位紅牛車手都是外援 雖然是F1最著名 亦是最早出現的清訓計劃 但失敗的例子 或者浪費人才的情況比比皆是 紅牛清訓 現時再次面臨沒有人接班的問題 雖然今年曾經有多達5名的紅牛車手在F2作戰 但感覺仍未有任何一位已經準備好來年再上F1 就算現時Alvatore有機會被Ghazley去Lpin 控出來的位置 都完全不打算被自家新手升上去 但之後來說 紅牛都總不能一直找外援 又或者一直維持現有陣容 現時一眾紅牛旗下的清訓車手 究竟有沒有誰比較有潛力 在未來兩年有機會登陸F1呢? 那今天我們又再來看看 紅牛怎樣造星啦 不過在開始之前 都先要感謝這次影片贊助Surfshark VPN 所謂VPN 就是Virtual Private Network 是一個可以將你的網絡行蹤隱藏的服務 令到你上網的時候更為安全 更加能夠保障你的私隱 另外VPN也有一個對我們車迷很好的功能 就是破Geoblock 使用VPN就可以幫你利用當地的server上網 順利收看賽事 譬如你可以利用VPN轉到英國的ITV 就可以看到BTCC英國房車賽的直播比賽 又或者轉到美國就可以買F1TV Pro 另外看Netflix 你也可以透過VPN 收睇到不同國家地區的節目 比只看香港的多很多 Surfshark VPN 是市面上升價比最高的VPN 一個account就可以無限設備使用 而F1TV的觀眾 除了可以一七折購買 還會額外送多3個月免費使用 還有30日內存額退款保證 按下大家就快點利用資訊欄裡面的連結 輸入這個專屬優惠碼申請啦 好 又再幫完贊助商爸爸買廣告之後 都要幫自己宣傳一下 這個頻道主要講述有關賽車運動的新聞 隨聞故事和相關資訊 如果覺得好看的話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還要按旁邊的鈴鐺唱先看 也可以加入會員支持一下我 好事不宜遲 我們馬上開始 我之前也介紹過 Red Bull Junior Team 紅牛青訓 早在2000年代初就出現了 整個清訓歷年來可以用一句話來總結 一象攻城 萬骨夫 多年來有超過90位車手加入Red Bull Junior Team 只有十幾位最終是入到F1 8個可以在紅牛大隊上陣 只有VATTLE一個根證苗紅 紅牛清訓出來的世界冠軍 因為Verstappen都是一招回來就上F1 他們怎樣大包圍 怎樣用完即棄 成績稍微不行就放棄車手 我在兩年前的影片都有介紹 這次我們就來重點看看 現時Red Bull Junior Team旗下車手 究竟有哪些人 他們現時的成績是怎樣 為什麼來年他們沒有機會 以及未來他們有沒有上F1的機會 我們先從最小的成員講起 Arvid Limblad 今年15歲 是近一兩年小型賽車界的明星車手 因為他在去年贏了WSK Euro Series的OK組冠軍 兼贏了WSK Final Cup的冠軍 另外在FIA CIK的小型賽車世界賽和歐洲賽 Arvid Limblad 都可以製身三甲 由去年起已經加入Red Bull Junior Team 可以看得出控牛是非常看中他的 今年他剛剛在Red Bull Ring 舉行的意大利F4比賽當中 首次駕駛方程式出賽 成績不算非常突出 都是十名過外 但比賽當中都有一些好的爬頭 都是不錯的手戰 來年應該都會參加幾項F4比賽來儲經驗 看看他有沒有實力爭冠軍再進一步 但現在說他未來想不想到F1 就有點言之過早 看多年再定奪吧 好 以下兩位車手最好一起說 因為兩位同樣都是16歲的日本車手 野村勇斗和方美創大 他們兩個出生和現時參賽經歷都很類似 他們兩位都在日本國內的小型賽車贏了不少獎 更重要的是兩位都在06賽道的賽車學校畢業 去年被Indy 500兩屆冠軍佐藤奪魔選中獲得獎學金 兩位年輕人於是就立即起程前往法國參加法國F4比賽 其實如果是首年參加方程式 以及日本車手首年出國鬥車來計算的話 兩位的成績都算很不錯了 其中方美現時是居於總成績的第三 還要在著名的法國Po街道賽拿過冠軍 至於野村也曾經拿過兩個分散冠軍 不過最傷的就是在Po街道賽第一回合撞車 令他之後的兩場都出不到賽 損失了很多分 現時野村也在總成績排第六 不過他是始終有一個在法國F4首年參戰就贏冠軍的師兄 即是等會講到的岩座暴夢 所以他是現時的成績就好像不算太突出 不過如果紅牛和本田的合作關係持續 這兩位哥仔應該還有機會來年上去F3鬥一下 現時看起來方美上F1的機會就大一點 野村就要加把勁了 現年17歲的Noel Leon 是少有來自墨西哥的Red Bull Junior Team成員 不過選擇他的原因又不一定是跟他的同鄉Sergio Perez有關 而是他在美國和墨西哥的初級比賽的確表現得很好 連續兩年成為中北美洲F4 以及美國F4的總冠軍 去年更加贏了NASCAR墨西哥的總冠軍 不過來到歐洲的考驗就來了 今年Noel Leon 參加F1regional Europe 暫時來看似乎有點水土不服 他現時是校地Christian Horner 和他父親做老闆的Arden International 車隊 即至現時他只有兩場比賽是有分 只是排在第22名 以紅牛一向以來的炒人速度 這位墨西哥小朋友的前途真的不敢樂觀 上F1的話看來就真的有點難 好 以後就講一下今年在F3的紅牛青粉車手 首先就是Johnny Edgar 他是現時Red Bull Junior Team車手當中最早加入 2018年中鬥卡的時候已經進去了 他在2019年開始參加F4比賽 2020年他贏了德國F4的總冠軍 同年的意大利F4他缺席了幾場都有總第四 當時看起來成績是不錯 有點前途 不過去年上F3之後就有點停滯不前 去年他只有全年第18 不過他當時效力的卡連車隊 在F3總是不太行的 都可能對他有影響 今年轉頭去年的車隊冠軍Trident 還有駕駛1號車應該會好一點吧 但可惜他在冬天的時候驗出幻想黑龍事證 一種斷不到尾的腸胃疾病 令到Edgar的健康和體能都很受影響 所以他在參加完首場比賽之後 就決定停一下休養一下 不過在控制了病情和自己的體能回復之後 都已經回歸賽場了 成績都算不錯 最後的六個回合比賽都可以得到分 慢慢重拾了狀態 不過問題是 紅牛還會不會等你呢? 因為參加三年的F3就有點多 但其實他來年都只有19歲 都還有少少時間 看看紅牛會不會看在他是病 所以就給他多一年時間 但暫時看上來 上F1絕不樂觀 下一個要介紹的就是Jack Crawford 他是現時整個Red Bull Junior Team裡 唯一一個來自美國的車手 對於現時主力開發美國市場的F1來說 他絕對是有點市場優勢 不過也要看看他的實力點 他在2019年的中北美洲F4已經拿過第二 當時他只有14歲 2020年他參加德國和意大利F4 其中在德國F4 他只是屈居在上面介紹的Johnny Edgar之後得到亞軍 所以在2021年都順理成章升上去鬥F3 不過2021年的F3成績就不算很突出了 只有第13更加輸了給隊友岩座報夢 今年他轉頭初級比賽頒霸Premmer 但成績也不算非常好 在冬天的Formula Regional Asia也只有第6 而F3賽季當中雖然有贏過 但在關鍵時刻的發揮也不太行 結果只可以在第7位完成 是三位Premmer車手當中最差的 不過據報來年他都會照升上去F2 光看他這兩年在F3的成績就覺得他不算很特別 不過他的優勢在於他還是很年輕 現時也只有17歲 所以還有些時間去開展 來年上F2的話 希望他可以表現得更加成熟 如果不行的話 就未必可以繼續留在Redwood Junior 上一分的機會應該都有些 今年如果說Redwood Junior Team當中表現最好的車手的話 Isaac Hedger應該都是人選之一 他其實只是在今年才加入Redwood Junior Team 但之前都已經在初級比賽當中有一定的成績 他在小型賽車已經贏過上面介紹的Jack Crawford 然後也在法國F4有不錯的成績 不過在2020年就輸了給岩座布木 以及同樣來自日本的佐藤年 所以在2021年他都沒有升上F3 轉戰Formula Regional Europe 成績都OK的有個第五 加上在魔納哥站贏冠軍 令到他受到紅牛的賞識 今年年初加入了清分系統當中 他在今年F3賽季一開始的時候真的很驚喜 首場比賽的贏車 之後一直都在增標組 在放暑假之前更加領先車手榜 可惜的是暑假之後的三站表現回落 最慘的是最後一站Monster排位賽撞車 令到他在殺科戰兩回合的比賽 都要排在後面出賽 結果就令他一下子跌出三甲之外 只有第四 雖然結果令人失望 不過這一年都看得出他實力都頗不錯 是今年F3當中表現最好的年輕車手之一 看看他下年是會繼續留在F3 還是可以升級鬥F2 暫時來說 三位紅牛的F3車手當中 他上F1的機會就應該最大 看看他能不能夠繼續有好表現 好了之後就要講幾個F2車手 理論上他們應該是最接近F1 不過今年的表現和成績真的有點難說服人 開季的時候其實紅牛是有五位F2車手 全部都有實力的 不過UVVips因為季中直播打機說了個不應該說的字 令到紅牛借勢放棄了他 不過其實UVVips當時都已經因為多次意外而被受批評 至於今節要講的Dennis Hauger 本來今年都被寄予厚望 因為他在去年的F3表現超水準 贏了全場總冠軍 而且效力的是F2的衛免冠軍Premmer 令大家對他的期望甚高 可惜出來的效果是令人失望 雖然都有贏過兩場比賽 但更多時候就看到他在中下游掙扎 主要原因是因為他排位不好 令到他難以經常得分 反而更多時候見到他發生不同的意外 令到他在排名上 反而比本身評價沒那麼高的隊友Gihan Darufala更差 只是排第11 所以明年上F1就應該沒有他分 但如果他能夠留得低的話 又不能看少他 因為之前他在F3也是這樣的 第一年完全不行 但第二年就來個大爆發 是個典型的萬熱型新秀 看看紅牛等不等到他 但單看今年的表現 上F1的機會看來就不高 不過他也只有19歲 也有些時間去開發一下 看看下年他的表現會怎樣 印度車手Gihan Darufala在Red Bull Junior Team裡是一個非常特別的存在 他是唯一一個90年代出生的車手 傳聞他入Red Bull Junior Team是用錢賣位的 事實上他在加入Red Bull Junior Team之前的職業生涯 都沒有什麼突出的表現 最多都是在2019年F3因為在最強的Premmer 所以就得到了總貴軍 而且是三位Premmer車手當中最差的 但之後那年反而紅牛簽了他 所以都頗肯定不是因為實力而簽他 首年參加F2就比隊友葛田羽藝完全比下去 不過之後那兩年成績就好一點了 今年加盟Premmer更多次上頒獎台 在剛剛過去的Monster站也拿到冠軍 不過就怎樣都不像是一個會爭冠軍的車手 而且現時他已經23歲了 比起一眾紅牛的車手來說 年紀都是大一點的 所以普遍認為他上F1 至少是巡紅牛這條路上去的話 就有些難度 不過如果他是家底好 都可能巡Latifi或Marsipin這條路上F1 不過暫時來看就不太樂觀了 在出片這一天21歲生日的岩座布梦 是繼葛田羽藝之後下一位日本的F1希望 他同樣都是從06賽車學校畢業並獲獎獲金 2020年的時候 他跟當年的日本F4冠軍佐藤蓮 一起去到法國鬥F4 意想不到的是 竟然這一年是由他們兩位日本車手包辦冠亞軍 2021年岩座就升級鬥F3 至於佐藤蓮就回到日本 在去年撞走一本田的GT500冠軍之後 今年就轉戰Super Formula 名義上都是ReppelJrteam一圓 但上F1就應該沒有機會了 回到岩座這邊 他在去年的F3就不算太突出 全年都是排第12 不過總算贏過一場車 今年很快就升上F2 加入Dams車隊 本來對他的期望都不大 但去到季中他就漸入街景了 除了在福地法國贏了Feature Race 之後幾場都上過頒獎台 可惜上一站Monster 原本他有第3 可以升上總成績第4 但最終因為底板的厚度不足被DQ 現時排在第9位 但距離第4也只差12分 絕對是有機會在最後一站阿布達比上來 當然這樣的話他也不會在來年上F1 但如果今年季中之後 那個勢能夠保持到來年F2有好表現的話 隨時都有機會取代師兄郭田 所以對比前面那兩位 岩座上F1的機會應該高一點 看看他可不可以保持到狀態 最後一位要說的就是 就是現時Red Bull Junior Team當中 排位第一的Liam Lawson 這位新西蘭車手 我在去年都稍微介紹過 因為去年他被撞走了DTM冠軍 這位2019年就加入Red Bull Junior Team 車手一直以來都備受關注 畢竟他在初級比賽戰績都不錯 拿過澳洲和德國F4的第二 2019年上到F3之後 慢慢10級以上 也看得出他是有進步的 2021年上到F2之後 也都在首戰拿到分站冠軍 可惜之後車隊實力不夠對手 以及遭遇了一些不幸 例如在魔納哥的第一邊DQ 令到他最終的成績就不算太好 今年轉到F2成績不錯的卡連 本來的開頭都不錯 但之後再次因為各種不穩定的表現和意外 加上他獨有的不幸 譬如上一站就被Dream Reefs撞 令到他暫時只可以在總成績排第七 無緣爭冠軍也影響了他爭F1位 不過其實看了他整季比賽 你就會覺得這個成績未必完全反映他的實力 真的是因為一些不幸而令到他跌了很多分 這裡也想插插去話題 講一下近幾年F2是一個大問題 就是這部聲稱是全部都一樣的賽車 是有很多reliability的問題 而且這些絕大部分都不是車隊整備的問題 而是出廠的quality問題 由最初起步很容易死火的clutch問題 以至乎引擎都不時發生問題 都很影響F2比賽以及新秀車手的發展 今年贏了Filipe Drogovic 雖然是贏很多 但就被人說他是有幸運成分 因為他是幾乎未試過壞車的 相反一眾的主要對手 例如是Teo Porcher、Logan Sargent 以及我們的黑仔王Liam Lawson 都不下一次出現賽車的問題 一方面這樣就令人覺得Drogovic贏得好賽 另一方面呢 一些可能只看結果的車隊 就會覺得其他F2車手今年很差 的確 今年一中F1最體重的車手 表現都不太好 但這個差距是不應該太大 車手的排名亦因此而有些受到影響 所以F2的製造商Dalara和Mechachrome 真的要搞搞它 否則這個給最多Super License Point的比賽 就真的頗不公平 回到Lawson這裡 其實紅牛應該還好體重 都給他有FP1上場的機會 今年未必有位 但來年表現好一點的話 都應該還有機會 上F1的乘數應該還是 所有清訓隊當中最大 大家又同不同意呢? 歡迎大家留言說一下 總結來說 一中紅牛的清訓車手 我都沒辦法給一個高於50%的F1機會率 主要原因就是他們 今年沒有任何一個 有被人覺得很驚喜的成績 最近那個已經是Izac Harja 但最後幾場表現 又令到他扣了不少分 所以整體來說 是Red Bull Junior Team 令人失望的一年 特別是F2的一班車手 可以解釋到為什麼他們 完全不考慮升自己的清訓車手 反而他會考慮Defreeze這些老人家 所以青王不接的情況 都是繼續 每年年比 他們都會調整清訓陣容 有人會被Out 當然都可能招回一些實力的新人 你覺得以上介紹的紅牛車手當中 哪一位會被踢出局 又有哪些不在其他F1清訓隊的年輕車手 紅牛是要留意一下的呢? 歡迎大家留言討論一下 最後又再宣傳一下FayTV的節目 逢星期二會有陪我說賽車 一個一個禮拜一次的賽車清談節目 我和Cynthia會和大家講一下賽車相關 topic 另外會員頻道方面 除了我不定期的賽後速報 亦都會有會員專屬的直播節目 亦都可以加入會員Discord 跟我們一起吹水 如果有興趣又想支持一下我的話 就記得加入會員 最後如果喜歡影片的話 就請按LIKE AND SHARE 3連 還有我鐘仔搶先看 還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或追蹤我的Facebook IG ME V 最後如果想贊助我的頻道 可以加入會員 亦都可以用Super Thanks 多謝大家 我是阿菲 我們下條片見